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民建聯的前主席曾鈺成 今天下午就出席了一個論壇 他在這個論壇當中 就盡顯了大將之風 而且他的言論 也是為建制派的敗選是止血的 因為過去一個星期 建制派不斷哭這個選舉桑 足足七天 他們不斷找藉口來抵賴 毀過於人 或者不斷找一些事故出來契詞推堂 但是曾鈺成就不一樣 他今天在論壇說什麼呢? 他就說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沒有出現暴力阻撓選民投票的情況 選民和平理性表達了意見 民建聯是輸得心服口服 我們要欣賞對手 我們要從對手的好處來學習 曾鈺成根本就是一個建制派的榜樣 他面對敗選 當然他已經沒有份選 他退休了 但是我估計他還想謀大位 所以他近期很活躍 無論如何 但反正你見到 曾鈺成是一個敢於承擔 而且是不會推卸責任的建制派的人物 2003年的時候 民建聯敗選 他出來一力承擔 辭去了黨主席的職務 2019年去到 他已經是一個退休 野學閒運 都依然是要曾鈺成主席出來 承擔這個敗選的責任 你可以看到 建制派新一代的人 你說是甚麼質素的人 對吧 所以我們香港人也很慶幸 當年他有機會和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 幸好他因為一些原因 可能是一些不知甚麼材料 即是被逼退了 或者他自己不選 我不知道 反正香港人應該慶幸 今天抗爭的對象是林鄭 而不是曾鈺主席 否則艱難上百倍都有知 你看他這個人 城府相當之深 你看他在說甚麼 他就說 敗選未必是壞事 應該專心去思考 如何重新得到選民的支持 他就說 最痛心的 不是輸了議席 而是街上 哪有人為民建聯的落敗 而歡呼慶祝 他說的時候 更加只是一度啃煙 想哭想哭 那個時光真的非常之一流 你不要理他說的 你是堅定流也好 他最起碼是表達到一種感情給別人看 他就是為了這個黨 同悲同喜 就不是一邊在那裡發瘋 輸了就不停來找人罵 找藉口 你看看那些蔣麗雲 麥美娟 這些 梁美芬 完全是面對不到自己的失敗 今次的失敗很明顯 就是因為你過去那半年 警察的暴力 特區政府的高壓而造成 你和這個特區政府 你作為這個建制派 你也是在行政會議裡 有你的黨的代表 你根本就是和政府坐同一條船 是命運共同體 所以攬炒是非常之正常 你目前來說 就要說出一些言論出來 要穩住深藍藍絲的基本盤 穩住他們的士氣 至少不要等到他們感到失望而流失 其他人做不做到呢? 是一個都做不到 不停去找藍絲也不相信 不停說選舉是假的 輸就說選舉是假的 這些事情 當然這些事情我都似曾相識聽過 在2016年的時候 你說這個選舉是假的 這個選舉已經有了長者 一車車的老人院票 已經有了很多東西 依然都輸的時候 那你證明了 因為投票率太高 高到超乎你的想像 去到七成一 所以就輸了 如果少一成人出來投 或者有些人去投白票 投廢票 或者投對家 如果是成功了 你們這個策略 那現在就沒辦法翻盤了 那你現在不停找人賴 但是曾鈺成真的非常之好 他說出這些說話 就是要穩住深藍的軍心 老實說大家聽下去 當然 他要搞動之議程 沒錯 胡錦濤這樣說 情為民所係 利為民所謀 權為民所用 曾鈺主席完全做得到這件事 問題就是 一般的黃絲 或者基本群眾 聽到他這樣說的時候 會不會被他感動得到呢 我想未必會 因為過去半年大家所發生的事 依然是歷歷在目 由6月9日開始 怎樣射爆示威者的眼球 然後去到後來開真槍實彈 到7、21、8、31、10月1日 去到11月11日開真槍實彈 大家實在記得是太清楚了 包括有些就是性暴力的事件 或者就是那些懷疑被跳樓被自殺的事件 因為太多了 香港人是吃不消了 頂不順 當然曾鈺主席不會因為他說兩句 大家就是信服了他的 但是深藍那些人 起碼聽到他講 心也比較穩定 好了 曾鈺主席還有些什麼說呢 他就說 多名的非建制派候選人 在選舉當中勝出 但是在強烈的政治化氣氛下 仍然是有四成的選民表態 支持政府的 雖然屬於是少數 但是就不能夠將他們當成是錯 強調真正的民主 就應該要尊重少數的意見 未來非建制派 除了要面對選民的監督 也都要面對變成反對派的建制派的監督 這一個就是唐醫毒藥 就餵給黃絲和餵給民主派吃 他講到現在好像 民主派或者黃絲已經全面執政 其實他只不過是贏了一個所謂地區的議會 是一個advisory body 是一個諮詢的架構 在立法會和政府 依然是你建制派執政的 是不是 怎麼會變成了面對你的監督呢 真是不明白 最多是大家在地區和中央之間的角力 是不是 何況他這個地區其實是壁腳鴨 他所能夠操控到的資金或者權力 是極之有限的 所以曾前主席的語言藝術 是真的非常一流 大家聽的時候 又要解釋得清楚才行 否則就中了伏都不知道 未來來說 正如很多人所說 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和未來的選舉 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做 有些人就說 在勞工界那裡 就要成立一些工會出來 問題是 成立那個工會 未必是趕得及 現在事實證明了是趕不及了 在來屆的立法會選舉 因為你的工會 就要一年時間的運作 那你下年九月 就已經是立法會選舉 你就趕不及了 但是問題你也說 你成立了這個工會 是沒有問題的 在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是用不著 但是到了2022年的行政長官 換屆選舉的時候 那個選舉委員會 裏頭其中一個界別就是勞工界 那你就用得著 不要永遠做一些事情 就指控別人 一邊罵別人 你做這些事情是沒用的 做這些事情是沒用的 那做什麼才有用的 實情在體制裏面的抗爭 和體制外面的抗爭 是沒有矛盾的 有些人不要墮入盲點 就說這些人 這麼熱心去參加這個功能組別 如果他不參加這個功能組別 一早就拿不到 所謂三分之一的關鍵少數 否決權 是不是 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多餘的 尤其是有些個別 不要說名字 是浪費這些人 因為那些人沒有人認識 那些人其實是 接著再說 讚頌完曾前主席 其實就是要欣賞對手 不是說要吹捧他 再說麥美娟 就是工聯會的大議員 麥大議員說到 他尊重這個選舉結果 承認市民對於政府的怨氣 是影響到建制派的選情 這種就是依然找一個藉口 來推卸責任 對比曾前主席 他那種風度 他那種氣派 完全是兩回事 你看麥大議員他怎麼說 他說選舉的結果 我們一定尊重 落敗就不應該怪責別人 我們有腰骨 不會說誰能害我們 自己都在檢討 在一個這麼嚴峻的政治氣氛下 我們的工作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呢 在過去幾個月 似乎政府在處理市民不滿上 沒有很具體的措施 除了進行對話 做了對話辦 舉行了這個對話會之外 但之後其實也沒有了 老實說麥大議員 你說就說 尊重這個選舉結果 不會把這個落敗怪責其他人 其實你在言談之間 又是把這個波射給這個特區政府 是不是 我也三番四次強調 你是不能夠這樣做 你一定要像曾前主席那樣 說出來斬釘切鐵 一錘定音 就說我輸得 心服口服了這一局 內界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不是 你不停說 因為我們就是政府黨 你又說不是 當然你說不是政府黨 但是說政府做得不好 就對於你有衝擊 老實說 因為你在行政會議上面 行政會議其實在外國就是一個cabinet 就是一個內閣 其實是 根本上你在裡頭出謀獻冊 是不是 包括你這個民建聯的張國軍 跟葉國謙 這個工聯會的黃國健和新民黨的葉劉淑儀 你就是政府的一部分 你是政府的內閣成員 是不是 他把你放進去 不是純粹為了公共票 你是有一個標誌性 有一個代表性 是不是 除非你黃國健說不做 你沒有這樣做 是不是 你依然是這個內閣的一部分 你根本上就要承擔這個結果 很簡單 你現在賴什麼 你說你的檢討 你根本上就沒有檢討 曾鈺誠是半句沒有說過政府的不是 是不是 這件事跟他03年的時候很大的差別 當時他怎麼說 他一樣有氣 心裡有氣 他一樣說過一句說話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依然是記得的 他就說 做這個民建聯 是有欲無榮 是不是 記不記得 因為政府做得不好 就要他們去承擔 但是這個已經是畢竟十六年前的曾鈺主席 今時今日來說 他層次又升華了 所以香港人真的很慶幸 他沒有做到行政長官 由林鄭去做 你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 都沒有那麼艱鉅 沒有那麼崎嶇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